很多兄弟让我玩狗头大作战啊 为什么我不玩呢 因为官方没充值 开个玩笑啊 今天咱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游戏 首先说你们喜欢哪个狗头 要说这么多的狗头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射处狗头 打工人 打工魂 和我很像嘛 996什么的在我身上小意思啦 今天我就要把这个射处狗头强化的超级厉害 让那些坏蛋都知道 打工人天下地 这应该是没有强化的原因 看我强化 这个打工狗头你离我远点行吗 不怕恐龙狗头误会 看来射处狗头再这么强化都是垃圾啊 我就是个垃圾 不过恐龙狗头是真的太猛了 看 没开技能都是一口一个小怪 开了技能 这种狠肉的小怪都是两口秒杀 这就是没有办法扛住很多敌人的攻击 毕竟一口拿敌四口嘛 更别说再碰上一个小boss了 简直被敌人堵在门口啥呀 基地直接爆炸 那能不能来两个强力的辅助狗头 来辅助恐龙狗头输出呢 或者来个肉盾 把恐龙狗头扛住伤害 当然有啦 先来个菜狗 技能是嘲讽敌人 让周围的敌人攻击自己 而且还很肉 这不就是妥妥的前排工具狗嘛 虽然我要献祭菜狗 但是老弟们在游戏中碰见菜狗 一定要手下留情啊 最好再带一带 毕竟保护菜狗人人有责嘛 关系是说不定其中就有我 前排坦克有了 再来个辅助狗头 不就大功告成了嘛 有什么辅助狗头不仅好用 还容易获得呢 毕竟像我们这种非洲人 前去又开不出什么好的狗头来用 小奶狗 技能是奶力十足 为友方添加一个生命值一半的护盾 小奶狗套盾 菜狗在前排扛伤害 再加上恐龙狗头的爆炸输出 我宣布 狗头大作战前期最强搭配出现了 不服来变 让我们来看看实战效果 开局先放个菜狗 拖一下对面跑得快的坏狗头 看看果然很肉啊 当骨头攒够了 直接上恐龙狗头 放心吧菜狗 你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再上一个菜狗顶住 然后再来个奶狗 给恐龙狗头探盾就好了 有的老弟就会说了 骨头不够用怎么办 我当然有应对方法了 看这个 自在技能 把以前的雷电法王 换成裁员滚滚 这个技能可以让骨头增长速率翻倍 简直比雷电法王那个渣渣技能 好用太多了 看这一波 坏狗头们把我的狗头全部打败了 我慌吗 我不慌 直接裁员滚滚 瞬间放出三个狗头 先上菜狗 然后恐龙狗头 最后再上奶狗 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奶狗 把盾套给恐龙狗头了 这 没想到可爱的奶狗 攻击却是化身恶魔攻击敌人 像不像过门串门走亲戚的小孩子 一会儿可爱 一会儿恶魔 好了好了 虽然奶狗有点可怕 但是它的技能套给恐龙狗头 真的是一加一大一二的功效 直接免疫伤害 再加上菜狗的群体嘲讽 让恐龙狗头可以随意输出 瞬间打败了剩余的敌人 甚至推完敌方基地以后 恐龙狗头竟然还是半血 太无敌了吧 兄弟们 这个套路怎么样 你们有什么骚套路 可以告诉我 让我变强吧 狗头大作战 我体验了 重逢 我可是认真的 别忘了点赞关注 拜拜